我们继续练盘,我们来先看个视频 这个是2002年的9月4号,那个山东陵营那边呢,霸满天空突然出现一大块的蘑菇帐的那个云 临近7点的时候,云里呢出现电扇,一路枯犯大片,然后呢就出现了那个冰雹 那当然我们通过看多了就知道,那个就是飞银,飞银就在那个那边形成的时刻 然后地面上的日气也转上来的时候,日气一到冷的一个,就形成了那个云,也同时形成了冰雹 这个我们就知道了,但是呢,我发现,往往在飞银里边,会产生那个电扇雷铭 那个刚才江银的那个里边,在云里边,电扇雷铭 然后前面的旧电扇那边,也出现了电扇雷铭 现在我们要想知道的就是,飞银,飞银啊,为什么会产生那个电扇雷铭 我看到那个电扇雷铭了,电扇雷铭了,电扇雷铭了,电扇雷铭了 那个电扇雷铭了,原来飞银在上下运动的时刻,上下运动的时刻 空气啊,空气啊,空气啊,和那个飞银啊,在那发生了摩擦的时刻 啪啪啪啪啪电扇雷铭,啪啪啪啪电扇雷铭,啪啪啪啪电扇雷铭 你们记得吧,有时刻,我们穿毛衣的时候,毛衣脱下来的时候 啪啪啪啪电扇雷铭,啪啪啪啪电扇雷铭 只不过我们穿毛衣和脱毛衣的时候,产生那个静电,产生电扇雷铭比较小而已 但是呢,飞银这么大一个,那个庞阳大物,庞阳大物,然后再从那空气摩擦的时候 那么,这个产生的静电呢,这个产生的静电,要比那个脱毛衣的时刻 产生静电强度啊,要大得多啊,所以啊,这个就是放大版的脱毛衣的时候 产生的静电弧化,所以啊,我们一通往一通往,发现好多那个静弧化,那是静电 然后放大以后就看,那个飞碟啊,在云里飞的时刻,接触到那个里边的那个空气啊,摩擦的时刻 就是不断的,在不同的飞银部位就产生不同的镜弧化,不同的声音 然后,外面我们看到云里边的就是跟阶上的一个,接上的 Помn ... 贝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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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来是进解产生的 而这个进解产生在哪里 是的那个飞 financial妈的下演 卓子的飞盐的下演 在同那个空气在和他 这次飞盐旺上飞的时候 那个时刻飞盐旺上飞的时候 产生的阶火也是在下方 飞盐旺上飞 那么它在飞的时候空气就这样卷进去 卷进去的时候 在飞益的两层面 就两个边缘 那边产生电弧花 主要这两个边缘 往下飞的时候 整个下面都是电弧花 所以呢 你如果看到那个电弧花 连着一片的话 那就知道飞碟在往下飞 如果看到那个电弧花 在两端 这边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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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间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飞碟在往上飞 知道了吧 这是产生的静电 产生的静电 电传雷美 原来是飞碟 空气无叉 产生的静电 好 再见 再见 原来这么一回事 再见